这个role model的作用 而且在西方的话 还有一个叫Godfather 就是说他可以有一个男性的形象 就叫Godfather 就像干儿子一样 但是英文应该叫Godfather 这样的话 陪伴小孩子成长的话 其实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弥补了 父亲缺失的这种形象 这样的话对下一辈的损害 伤害会少很多很多 那另外一点 我想雅柳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中共国 中共国就是说 本身政府这个政党 他对这个单亲家庭 或者这个问题 或者会对下一辈造成的这种 这种心理的阴影 或者行为上面的偏差 他有没有意识到 或者他有没有在乎 为什么他 或者他根本都不在乎 或者他觉得这样 是郑重他的下滑 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这方面我们可以挖掘一下 大家可以听一下 对的 是的 这个 因为我以前对中医也有点兴趣 常常了解一点点皮毛 像这个阴虚 阳虚 这个人身体 其实在心灵的健康发展上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但我们没有父爱的 其实是缺少阳虚的 他就表现症状不一样 比如吴亦凡 他是这么表现 成龙的女儿是那么表现 去宁可去做同性恋 对吧 他其实是某种阳虚的一种表现 当然我们虽然在讲父爱 但有的人缺少母爱 他也不行了 他应许 没有母爱 也是不行了 所以身体是一个阴阳的平衡 我们的心灵的健康 其实也是一个父母 或者男女的平衡 但是我记得托尔斯泰 说好像是托尔斯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个个都不幸 在每个社会中 父母离异 单亲家庭 或者父母一方早逝的 这种都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 或者一个体制 我们讲的共产党 你怎么去鼓励 比如说宗教信仰团体 宗教信仰自由 允许去这种社会团体 非盈利组织 去关怀这些人 那个就会对 这个不幸的家庭 就有个弥补 因为你包括在美国 西方社会 都有这种不幸的家庭 对不对 但是我上次也讲过 一个黑人的见证 他就说 他说黑人的社会问题 不是说我们是暴力的问题 那么简单 而是我们没有父亲的问题 别说没有父爱了 连有的人父亲 是谁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发展了什么解决方案 他就去关心这些孩子 带他们去打足球 断来打运动 然后请他们吃饭 跟他们发展友谊 就一定程度上 扮演了他们父亲的角色 对不对 这个就是弥补 社会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弥补人的缺害的 对不对 是 西方社会 西方社会 是 是